Hello 大家好 今次赛事已踏入新的一年 来到2022年1月1日跑星期六的沙田日马 首先祝各位新一年继续赢多些新年快乐 今次的真飞马定离手 选到就是第二场重心二重彩的场次 这一场是跑四班的千二米 首先A胆选到一号的齐心同行 和大家看条重播片 就是看看他上次 在12月18日的时候 跑这一场泥地千二米跑得如何 当时齐心同行排着二档起步 可以留意着 好 出集 停一停 前速如常地快 但略嫌安上人周俊乐 当时不够积极 继续看下去 其实近几局 他下来四班的时候 跑谷草千二 都已经展现到一些速度 不过这一场他尝试转来跑泥地 正如我刚才所说 早段的时候嫌他不够积极 因为首先见到中华威威八档 起步之后 他顺势卖难放 反而齐心同行 留下留下 竟然现在数下 数到留下到第六位 因为外面都有一堆马 押过来 董大 然后那些马 状元及弟 都励抢 反而齐心同行 留着跑 都不符合过往赢马跑法 过往赢到的时候 都一定要自己看空放 这一场 不过也不是十分怪他 因为本身赛前的时候 都会预计 这一场很多放头马 但他本身胜在有个二档 结果不放 反而留着跑之下 末段仍然交到一个挺不错的追势 和外面那一笔的龙藤飞翔 一起追上来 来到今次的赛事 他将会在今季第一次回到沙田这边 当然不担心 因为都记得了 上一季初出第一场 齐心同行已经赢到田草的1200米 所以今次回过来 当是难跑这些十档 但刚刚跑完一些黎尼赛事 再更加可以巩固一下他的速度 今次只要真的立心望空放头 绝对有机会可以带到A胆 选到1号的齐心同行 然后说到B胆 选到初出马5号的美丽在线 和大家看看血统表 不过看到血统表 似乎没有特别值得参考 因为首先看到他的GSV数值 不算很高 46.37 暂时都看不到 有什么特别的双重血缘 不过虽然如此 胜在他无线家族成员方面 成绩到期 所以美丽在线这匹马 我在暑界的一至千金 都已经点评过了 最主要关于他有两匹的Full Siblings 都是成绩挺不错 赢得多少奖金 一匹的Full Brother 一匹的Full Sister 特别留意 Ethical Solution 已经是赢得三级赛 所以胜在这一点 无线家族成员同父同母的Full Siblings 成绩挺好 所以今次都相信美丽在线初出 都有一定机会 和大家看看这条片 就是他近期的试集 看看跑得如何 就不看最近那一课 看上一次 12月7日的时候 在沙田这边试的 泥地集 可以看回 美丽在线在这个集中 就是排着二档起步 当时就是由潘顿市 出集 停一停 指回去给大家看 二档起步 粉红色衣 美丽在线 集商反应尚算可以 继续看 为什么播这货 始终留在沙田这边 他最近试了谷集 虽然试得好 但可能新环境的关系 令到集商的反应 没有这货那么快 既然也是跑回沙田这边 播这一货来集给大家看 早段的时候 都可以跟到在前 然后大家特别留意 记住他末段的时候的走势 其实这一组的马 大多数都是质身分子居多 不过已经有点上阵 有点表现 性不叫 羊羊大道 塞了 另外有些旧马方面 穿甲婴都在 美丽在线 现在都紧收着贴栏的位置 慢慢慢慢入到直路 他就开始去找位 外移出去 三叠望空入彎 然后入到直路 他都稍微要轻轻推棋 作为一笔 即是初出马 质身分子来计 这个适量推棋 我觉得可以接受 而且见到一期下去 立即交到走势 最后那个表现方面 都算是不错的 然后 这一货集里面 他就是在第二名过中点 转头再看多两部 他的余势 因为我都满满意 他的余势 过了中点之后 他跟他外侧 浅蓝色彩衣的中干二胆 一起 都是跑到差不多 过了中点之后 转了弯 那个余势 都保持得很好 所以这一货集 特意选择来播给大家看 在沙田这边试集 就是试得不错的 好了 今次去到上阵的时候 拆骑那位是莫雷拉 见到八档 看他组断的时候 希望埋到一些二叠有遮挡的位置 会挺好跑 我相信他末段都有一定的加速力 都是有权一出即可赢的 所以B胆就是选到五号的美丽在线 然后数到配角 另一匹的初出马就是这一匹 十一号风继续吹 都想选择他 最重要是和大家看看他的血统 主要是要留意他附系方面 Shooting to win 然后下线方面 其实都是出自Dan Hill的血缘 逢陈在Shooting to win 承下去有Dan Hill的血缘里面 那个表现的马匹都是不错的 血统首先有证明 接下来看他的粗练 近期主要集中在松化那边试集 12月23日的时候 最近期这一课的松化12米草集 表现都是不错 都可以简单看一看 风继续吹 这一组的松化集 就是排在一档起步 出集 即一停 白鼻梁这一匹 集双反应也是挺快的 看这里OK 接下来他继续跑 沿着篮 跟在中间位置 最后再接上来 赢整个马位 所以我也相信 除了血统有所证明之外 他的鼻箭功夫 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今场也是做足准备 今次初出也有权可以跑得好 所以在配脚 拖去11号的风继续吹 然后最后一批配脚 也要拖起比较側身的马 就是10号的超越名区 我们播一播片 看看他上次初出跑得如何 上场初出 12月5号 就是跑田草的千亿 排着九档起步 出集 看一看 看到白帽 紫色衣服 白色衣服 就是超越名区 出集正常 继续看 档位关系 始终排着九档 也不算太好跑 所以当时安尚人 就是何宅耀 留下留下留下留在尾椅 暂时来说 都是可以接受的 特别留意 他组断的走势 首先是留在一个比较被动少少的位置 他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抢口 都算是挺规矩的一匹側身马 特别留意 转头他入到直路之后 都可以很迟望空之下 都展现到一个挺不错的追势 他现在准备进入直路 都希望可不可以找到一个避免塞车的位置 现在就想一些 上去的二叠 始终都是一个尾椅的位置 现在进入直路 都看到慢慢想移出去 不过也免得移得太出 令到一匹猪出马蝎 都是选择捐回到马裙中间的位置 看看会不会让他等到位置 可惜这条有点塞车 比较迟望空 差不多了 去到最后 我认为150 现在才开始真正打开了 一骑下去 都看到他有个加速反应 最后都是越迫越近 最后都追到第五名 初出表现来算 算是不错 不过来到今场 因为看到他还是继续抽大外档 今次的档位比上次更加恶劣 今次11档 所以在这里 配脚的位置先预个位置给他 因为预计他的跑法 都会像上次那样较为被动 希望他能追得多 但二重彩配脚的位置 都要预备给他的 就是10号超越名区 这里再和大家总结一下 第二场赛事 我重心二重彩A胆 选到1号齐心同行 B胆5号美丽在线 两匹配脚拖回11号 风继续吹 和10号超越名区 好 周六的重心二重彩场次 和大家分析完了 其他场次的心水 都可以留意我Facebook专页 和看YouTube社群 希望大家新一年有个新开始 1月1号大家一起赢多些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